疫情升溫 防疫險搶手 已經買過的民眾也要續保 不過爭議卻不斷 時代力量高雄黨部就指出 富邦產險公司只受理自家通路 業務員所送的防疫險續保件 其他通路就不受理 讓許多的保險業務員 是遭到了許多的責難 而富邦產險也在昨天晚間 作出回應 民眾頂著大太陽排隊送件 想買防疫險 疫情升溫 不少人都想買防疫險 不過時代力量高雄黨部發現 富邦產險公司在十八號拒絕受理 部分防疫保單續保 二十六號調整為 只受理自家通路業務員的續保單 投訴人說光是他公司受理的 就由一千張保單被拒保 指控產險公司的做法 讓業務員承受民眾的責難 富邦產險表示對於外部通路反映的防疫保單受理問題 公司基本上會參照對富邦業務員的做法 不過作業細節還需要和各通路公司溝通討論 而蕭基會也在這兩個星期之內接到民眾陳情 出現繳款後拒保 不到信用卡扣繳日告知不扣款 不續約等現象呼籲金管會出面 高雄市消保官指出防疫險的續約保單在戒期前 如果有發出續保通知 而消費者也同意續保的話 保單就會成立 記者王柔廷 陳顯坤 林志堅 吳奇昌綜合報導